剛才看到那個位置有個細窗 我看過外面的觀景都不太漂亮 認為應該如何收拾到這個位置好些呢 Hello,Elan 今次設計師看樓團 今次你帶我去看樓 什麼新樓或者設計 今次我們會去看位於沙田的居屋 鹿兒雅園 鹿兒雅園質素不錯 鹿兒雅園有別於其他過往一般的居屋 外觀上都比較像私樓 因為它是政府和私人發展商合作興建的樓宇 所以和過往我們看的居屋都會有少少不同 今次樓雅園單位 原有的發展商是配備了一些木地板給這個單位 其實會不會因為這個木地板 而影響到所有傢俬或設計上的分析 其實都可以放心 因為通常發展商配備的木地板 都是一個非常發達和常見的元素 一般我們都可以配合它 將這個格調再提升一個溫馨 又或者是明亮的感覺 你對居屋單位設計有什麼提法 我們通常都會在儲物空間方面入手 例如去做一些地台 又或者是一些大型的收納櫃 去幫他們解決儲物不足的問題 很多客人都會問我們 我們會不會做公營房屋 會不會做居屋 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分別的類型 規定安定 Ramging cosm相片 布列美時また 收納櫃等學院通過 安定獄 既然更幼地板地板換同時 使用 Żyd Laser 凱時尚家 newest insparing 我們最終有很好的講題 首先像 einge跳 三位位置会设计由电视场到饭厅的位置 做一组高新的组合柜 连同门做一个一体化的设计 刚才看到那个位置有个小窗 我看过外面的观景也不太漂亮 认为应该如何收拾到这个位置好些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设计入手 用一个隐藏柜的形式去隐藏这个小的对流窗 而当护主想用的时候就可以打开柜门 我想问如果在家具方面 我应该要做上顶去或者会留下部分的高度 我自己会建议可能留下一些位置 做一些顶线光就可以有个灯槽的感觉 如果假设真的 这个设计我们的客户不是很喜欢的 或者是觉得更想再好些 那其实这个柜还有什么摆放方法呢 Eling 今天我都很开心 你带我看一个这么高质的居屋单位 还在这里介绍了一些居屋单位里面的设计方法 希望我们未来等待你的设计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设计案例去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都喜欢我们今次的设计私体柳团 欢迎上我们的Facebook给个like 又或者是support我们的YouTube频道 share给身边的朋友知道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如果你想继续收看我们的设计私体柳团 无论是单身或全新的室内设计作品 欢迎卡入上面或右下角的link了解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